台湾观众团 最后回购台湾 观众朋友们午安 我是欧博猪 那时间算一算 洪仲秋枉死 今天来到第十六天了 好 军方呢 说了 今天持续扩大侦办这个范围 那么洪仲秋服役的五四两旅之外呢 操死洪仲秋的二六九旅的干部呢 今天当然也都被约谈了 那么今天呢 会有所谓第四个人被收押吗 他会是五四两旅的市官长陈宇仁 还是在二六九旅操死洪仲秋的这位陈毅勋呢 两个都还在问讯当中 最新的状况 我们中间新闻随时随地带大家来做掌握 那我们节目今天要继续带大家关注的是谁 当然就是洪暗整个最佳的核心人物 这位上市范左宪了 范左宪已经被收押 但是哇 关于他事情天天爆料一大堆呀 他在当在这个五四两旅呢 被称作是土皇帝 那么他能够极乐军旅 原来是他副业一那堆 他是主头 他开护肤店 还会带小兵去买生前契约 或是刷卡换现金 正是吃喝嫖赌事业做很大 当军人恐怕才是他的副业 他的恶行恶状到底多么的夸张 他是爸妈口中的乖小孩 但是呢 军中的毒瘤就是他 那么敢大 敢大妄为的来整死了洪仲秋 那么要问到是整体事件 为什么他的主管们 军中更高层的上面的主管们 通通不知道吗 为什么不曾处理呢 我们今天带大家持续来做关注 台湾问团今天继续关心军中人权 现场四位来宾为您介绍 赶快来做讨论 来第一位我们今天介绍是 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季国栋 主持人 相亲大家好 好 第二位我们今天现场请到的 时事评论员是胡孝成 大家好 好 再来今天现场 当然要请到是军事评论员张有华 大家好 好 继续介绍是 五四两旅的退役师宾 X先生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X先生今天不再戴墨镜了 真面目来以示大众 让大家知道他所讲的真的都是真的 那么大家也不用再猜他到底是谁 好 我们就赶快带您来看看 关于范佐宪的相关的这个爆料 为什么会这么样的多 这些爆料是真是假 但是在这么多的爆料当中发现 范佐宪的车货表赌 像样都来 他事业做好大 那这样呢 再来看 名车重计代步月薪四万多 范佐宪钱从哪来 有前途公司干部出面说 其实范佐宪是地下迁赌网债的赌头 就是这个迁赌网 传出范佐宪在其中开了两板 但赌金会行汇入 范佐宪下线一名理性男子账户中 国际进出的金额近一千万元 但最近有赌客怕拿不到钱 纷纷在讨论区中留言 说快锁范佐宪的板再不锁 就要他跑账了 坏款记录清清楚楚 阿兵哥只要输钱 范佐宪还会带他们去当库 签本票借钱 每个月获利一两百万 虽然亲弟弟紧身而出 说重机和名车都是他买的 但范佐宪收入和支出不成正比 现在被爆料 近视地下迁赌网站的组头 猎心越滚越大 专门新闻 韩志欣叶 台中报道 好 也经营地下迁赌 适当组头吗 如果观众朋友听到 哇 这个虽然是个小小的官 但好歹是个官 那么在军众的长官 这位上士和范佐宪 竟然是迁赌的组头 听到这 您能够连结吗 不知道这样的讯息 我们的军众的高阶主官们 到底曾不曾经听过 那么九华哥在节目当中说 其实真的是批评他 检举他的性还有这么这么多 但一直这么多的情况之下 到现在这个人还是这么好的 在五四两旅待了有十二年 十三年之久 看来这么多也统统没有用 但是到底多么恶劣呢 我们赶快先带你来看看 他是运动网站的 千读网站的大组头吗 那么据说的李姓男子 这位李姓男子 就是他的这个人头下线 在他的账户里头 这是千读网站说的啦 账户里头呢 哇 而且告诉大家 是这家银行的账户 每天最高的下注金额 曾经来到两百三十万元 每个星期在这个账户里头 进行出出的金额 至少高达有一千万元之多 哇 是个大组头 还不是普通的组头而已 但是除了这个赌之外的部分呢 哇 这个车喝玩乐 车喝嫖赌通通都有 有华哥 我们就请带大家来看 哇 车喝嫖赌都来 赌了部分看到了 他开地下钱庄吗 赌客输了就带去签本票吗 然后呢 经营色情护肤站吗 在新厨虎口迎去附近 讲得很具体 他也带小兵去买 生前契约更带小兵去刷卡 换现金 还在他弟弟的眼镜店换吗 我必须讲 那我收到了资料 我是第一个讲 他开地下钱庄 我也是第一个讲 他的生活是有问题的 他的收入 他的支出高于他的收入 地下钱庄 请国防部 还有请陆军司令部 六军团你给我好好查一查 地下钱庄 这个是外面的 我在讲军中的 军中他是不是天天在他房间里面放个八九万 八九万 以公差买价的方式 去收阿兵哥两百到五百块钱 就是说那我经常讲 你要报一个公差 好比说 X先生你来抽公差 公差价单给他批的时候 因为他管这个年的公价单 是 这样子什么意思 这样什么意思 回去回去回去 三百 想出公差 这个是混蛋 为什么说混蛋 你 纪委员 那我这样子 什么意思 以后你有没有证据 你绝对没有证据 好恐怖 就是说对于一个兵都有兵的两百三百四百五百都要压榨的人 我不知道陆军司令部到了今天你还维护他什么东西 然后最近他三四年的拳击还那么高 有一些我都看了 所以我才敢讲嘛 请问三四年以来历经过三任旅长 你们查不查 然后都是发交原单位调查 那原单位说没有 你就说没有 地下全庄绝对有 好 还有一个 刷卡换现金 他的弟弟范佐明先生 你要帮你哥哥讲话 你最好赶快打那个电话进来 然后抽取什么 百分之十左右的利润 五千块 五千块可以抽到一千到五百块钱 刷卡换现金拿卡去刷 但真正小兵拿回现金 刷五千只拿四千回来 对 这样子真是另类高利贷 这种血汗钱都要贪的人 真是无法无天 这是中华民国国君培植出来的对职干部 不是那我张有华培植 那我不是胡说八道的 申前去约 他是当仲介 这一点我不能冤枉他 他是仲介 他是仲介 大概一个半的骨灰坛到两个 差不多三十万 然后他抽三八 三八 九万 九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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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九千 是 这个是 卖一个骨灰坛抽九千 这个是仲介 好 这个不是他自己经营的 它是仲介而已 好 互服店 各位看看 互服店那个小小的 就在那个湖口营区旁边 就在他们营区旁边而已 对 对 因为这里是中训部 中训部再往五二四旅的路上的一家 好 那这个组头各位看看 他是代表谁下的 今天我再爆料好了 除了这一些以外 我提醒各位 洪仲丘在离音座谈会 第一句话讲 军用车民用配料的问题 那个价差利益惊人 可以高达一两百万 一两百万 有这么多吗 对 你说这个价差 对 对 一两百万 将近一两百万 我请军高姐 你好好的查这一块 有没有上级长官的庇护 因为你只要问玉才氏 你就马上知道 他每一个月 他的结余多少钱 是不是分给长官 所以长官才包庇他 半天 就是我们讲八个小时 到我查证了 八个小时就把他送到紧闭室 总共 是不是因为金钱利益的关系 让洪仲丘亡死 我想请军高姐 你给我好好查一下 好 这有话哥今天呢 持续带大家来了解到 关于这个 范佐明 好这个吃喝嫖赌 样样事业都有在经营 在这也讲到说 到底是犯了什么大忌 所以洪仲丘非死不可 在这里说 他实在是跟他的工作 其实是有关系的 好 但是我们就来看到说 到底这个 这个林莹的座谈会 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压力 在这个压力当中 为什么就是真的是 所谓的我们都死亡济世 之前在这就已经讲了出来 但是我们还是先来呼吁一下 范佐明先生 范佐明先生 前两天打电话 进到我们节目里头来 我们现在欢迎你 我们电话在这里 02-66-06-2688 02-66-06-2688 我们讲到刷卡换现金 有华哥在这说 就是到你所开的眼镜行里头 带着小兵在这里刷卡换现金 他在这里做抽成的动作 成数抽的还并不少 所以你们家兄弟养一块的合作 在今天才能够有大兵室可以开 有重机可以骑 是这样子吗 如果我们讲的又不对的话 我们欢迎范佐明先生 02-66-06-2688 赶快打电话进来 我们等您打电话进来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来看看 洪中秋的姐姐 今天接受采访特别强调 林营座谈会 其实洪中秋不需要参加 当天他要压车出去 但是太有正直感的他 实在受不了 看不下去这些 士官掌门在里头胡搞瞎搞 他非得要参加 非得要说 于是林营座谈会 点到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民用车的代料问题 我们现在听听姐姐怎么说 我们再来好好讨论 这怎么回事 他林营座谈会那一天 他本来是就是压车出去 出公差的 但是他觉得说这些事情 他必须要让长官知道 所以他特地 赶在那个林营座谈会之前回来 就是为了要参加这个座谈会 然后去把这些 就是他觉得就是 军众可能比较不良的一些缝气 去跟长官那边做一个报告 对 所以这部分 其实我们家属听到 我们觉得 弟弟为什么 就是要这么正直 说好 好 姐姐这是 恐怕是效忠带累 真的觉得弟弟 为什么有这么样的正直 他觉得这个不良 风气的问题 一定要跟长官报告 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笑衡哥 好 笑衡哥我们就来看到说 林营座谈会呢 其实呢大家这几天看过新闻知道 洪中秋一共提了四点的问题出来 大家这两天讨论是 这个内务不整啊 你事关的内务也不整 你干嘛来找我们查 结果呢 沈绘智将这个 马上就去做查 内务的工作 这是他导火因 导致他送禁闭 现在看恐怕不是 这个才有问题 军中民用车的代料问题 补充要建筛太慢 它是影响整个修补单位的效率 但是搞了半天 笑衡哥这个军中的民用车 到底够一够哪里去维修 其实军中民用车 一般来讲的话 有没有 你有两个部分 就主要是在军云里面来维修 那因为他本身来讲 他是履布连 履布连本身他 他就本身就很多的业务室这样 那些重点都在这 因为长官要用车 在长官用车的时候 但是你的料件 跟你的其他的一些 这种修补一些零件的话 你如果补充不几的时候 你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 就是这个车的话 我们一般来讲的话 会分成什么黄色装备 红色装备 那为什么会出现 这个料件补充 他必须要逼的 阿兵哥也有没有 你必须要去那个什么 去买一些这种其他的 副厂的东西来弄 因为要装检 你知道部队里面 都用三不五十 没事会来个什么装检 什么装检 长官要来检查 最后就是变高装检 那装检是指什么 我们的国防部在查的 你知道吗 我们装检如果有个东西 如果我们自己 把它维修好 把它修补好 修散好的话 你知道是怎么样吗 长官都会告诉你说 送军阀 这么严重 我以前也当过装备室 我以我自己 本身经理来讲好了 我是经理室 什么叫经理室 就是我们一般的钢盔 还包括那个什么 棉被 蚊帐 这些都是我在管 还包括我们的陆军 在用的小背包 小背包上面有那个 有那个挂钩 那是黄铜做的 结果我当了一年十个月的兵 结果呢 你知道我去申请 我缺了多少 换损多少呢 换损两百多个 那个挂钩 可是我又面临到高装检 那怎么办 结果我赶快去申请 申请到最后的时候 我从龙台那边拿回来的 那个你知道几个吗 几个 三个 他只给我三个 所以我生下两百多个 怎么办呢 我就只好跑到那个 外面的那些 那种卖居用品那些地方 对不对 然后去那地方买什么 红铜 红铜很软 是 非常软 那个可用没多久 他就整个就变形了这样 可是我必须要应付他 我怎么办 我就只好 去把它用了 那用了之后 过来怕病 以前军官的时候 他会干嘛 检查军官会干嘛呢 他会拿一根 拿一根东西 把那个红上面刮一下 那刮完之后 如果看是真的假的 黄色的话 有没有 我就真的 如果红色的话 有没有 那完蛋了 这样子 我会出问题 对 我们要弄这个东西 之后要怎么弄呢 把所有的那个挂钩球 放在很厚的那种 黑色油漆里面 是 浸下去 浸完之后 让你不容易刮得出来 这样子 对 然后还做加工 你想 我们花那么多的 那种美副时间 去搞这种东西 有没有 只是为了什么 害怕我怕 被判军法 更何况是这种 这种军策的问题 军策的问题 事实上其实利润很多 我再讲另外一个东西 过去这种部队 常会用到什么东西 叫黄油这种东西 黄油那种东西的话 它是作为润滑用的 可是黄油润滑到一段时间 它会变黑 从黄色变黑色 我们要把它全部挤出来 重灌 我们去跟军方 去申请黄油的时候 居然不够 那不够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突然间有一个 也是一个军官 突然间跟你讲 我跟你讲 跟我们那个伦宝市讲说 我跟你讲 有个地方买很便宜 这是在做什么东西 讲难听一点 就是从中有没有 价差利润 指定一个地方高纯 上那去买便宜 而且让你军简 这个就是价差利润 可是你要和销的那个部分 做假单 什么叫假单呢 你还是用原来的 原厂的那种价格 做假单 再和销下去 你想中间赚多少 肥滋滋 所以说因为黄油 中秋他做的是运输事官 所以在和销部分 是他要来做 所以在这个和销部分 有这样的问题出现 显然以他的个性来讲 他没有办法接受 其实每个装备室 他都会有一个问题 在快要退伍之前的时候 要赶快把一些事情 全部把他交代出去 为什么呢 如果我没有交代出去的时候 我会有很大的问题 就像我当初的时候 我在接经理士装备的时候 我上面那个士官 他比较离谱 他离谱到什么时候 他指定我来当他 我们讲叫徒弟 然后来接这个装备的时候 他是怎么样 他是已经快退伍了 他当天就要退伍 然后指定给我的时候 丢了一本烂杖给我 一看 当下昏倒 那同样的问题就是 我在黄油的时候呢 也有碰到同样 类似他的状况 我那时候也在讲说 我们部队里面的经理士装备 实在是烂透了 为什么呢 那个一个鱼穿上去 外面下大雨 里面下小雨 里面所有的都在玩之后 我脱掉之后 我脸上都是里面的内臂的那些 那些油漆样的东西 全部都在上面 我说这个实在太糟了 我是讲到一半而已 我们那个里面的 那个营部军官就跟我讲 好够了可以了 不要再讲了 你坐下来 我知道 一直存在 一直存在这个问题 所以他为什么 今天会在这个时候急于要爆料 因为如果今天我不把这问题 把它讲清楚的时候 你要知道 每个当兵的都有一个想说 我就要清清白白的退伍 如果今天我不清清白的退伍的话 不把这问题拿出来的话 我告诉你 到时候就蒙受不白之冤 是 好 我们谢谢校成这方面说明了 所以自己给头的价差呢 问题在哪里 告诉大家 因为有原厂跟副厂的问题 那么只要配合相关的一个检查 要配合高检的检查 那怎么办 东西不够 上哪去买 备料 叫料 动作太慢 只好自己去买 但去哪里买 如果老鸟告诉你 去那里买 为什么要指定那个地方买 在这里问题就出来了 于是在这里的问题出来 在这里要怎么和销 对于洪中处来讲 他不愿意做这样的和销情况 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哇 这利润 刚刚有话跟说 大概也可以一两百万 那么在这里挡谁的财路 是不是挡人财路 也不严重 当然非常之严重 所以在最后时刻 他就是要压车出去 他还不去 他要参加理应座谈会 这应座谈会把这问题 第一点就讲了出来之后 哇 听者有意相当紧张 这家伙 这小子到底想干什么 果不起来很恐怖吗 于是接下来 就因为参加这个临座谈会 哇 加上前两天 因为带了所谓的 有照项功能的手机被抓包 接下来 于是慢慢的步向 所谓的死亡之路 好 我们赶快看到最新的消息 提供给大家 我们再来继续做讨论 军方最新的一个讲法 来看到这军高检的 曹金生警察长 他说 这个范佐献 确定没有买这个饮料 到813医院 好 怎么个说法呢 到底证据是什么 我们赶快来看 我刚才特别强调的 范佐献 陈宇仁当天 穿着是军服 手上并没有拿饮料 进入国军813医院 谢谢 被告范佐献 现在还压在 我们北部军事看守所 可以说确实是这两个人 而且时间点 我再跟各位强调一下 是6月27号 6月27号 11点18分10秒 那么在媒体出现的那画面 是6月27号 11点19秒 19分 对不起 如果说军方要沉浸 好 那么现在军方持续的做相关的约谈 现在也是大动作的 接受媒体采访 曹金生 曹总检说到 范佐献当天没有买饮料到813医院 时间已经出来了 今天在媒体上看到这样的画面 那么到底买饮料的状况 罗生门 在今天军方这番的说明之后 是不是暂时在这里 罗生门已经有了确实的答案 有华哥 可是那个画面是被引 可以确认他就是范佐献 各位 那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有没有人施压 新府官体检官 他的体检报告 我请曹金生公布 第一个体检报告 不是一般易南的 官禁闭的体检报告 不要余目混书 其实他有没有送饮料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 这一个八个小时 那你军方 我用你最宽松的标准 半天也要12个小时 你八个小时出来 那我想请问你 体检跟新府通通不过的状况之下 请问你用什么方式关他禁闭 是谁关切的吗 为什么813的调查报告 到今天还是空白 所以军方你不要混淆视听 除了不要混淆视听以外 你把813的体检报告 对不起 就在你专案调查小组的桌上 你能不能抽了出来 让大家看一看 什么叫做一般 一般易男的体检报告 什么叫观景病的体检报告 上面是谁盖的 然后 有没有复检 第二次有没有复检 你把这一些原因你给我说清楚 而不是公布说他有没有送饮料 纵然没有送饮料 有没有人关切关缩施压 好 所以这个送饮料之外的关缩施压 到底有没有 其实瓜到底这个整个送饮料进去到 特别是整个体检过程的问题 其实我们节目当中天天讨论 昨天也在讨论 那今天呢 军方非常重视引带画面嘛 就算就如军方所说 那确定不是犯左线 但是这个体检报告 史上最快速的一个出炉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军方恐怕也给大家一个交代 好 我们来看到最新的一个消息 在这里提供给大家 也一并做了讨论 那回到我们今天持续讨论主题上头 我们就要来看到 好 这个洪仲秋犯了大忌 犯了谁的大忌 为什么洪佳姐姐今天要说呢 其实他党人财路党的就是犯左线 刚才也看到犯左线 深喝嫖赌通通都做了 那么但是他日子过得这么好的 这个情况之下 是不是在这边可以得到一些相关的一个佐证呢 我们接下来请艾克斯先生 我们就来看到 犯左线这个车贺嫖赌的生意做得大 日子当然过得非常之开心 极乐军中的六月份的极乐的一个 这个行程表 我们通过在这 天天带大家来看 兵士车啦 重机啦 虽然是他弟弟说是他买的 但请犯左明先生 不要忘记我们的专线电话 026602202688 请你随时打电话进来 这个为什么他可以日子过得这么好 我们就说到嘛 那么多天 15天都在外面打卡等等等 军方说法说他打卡啦 都是在休假的时候 在关设啦 所以都没有上班打卡的问题 有这么简单吗 来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先来说 军方有说到他是在关设打卡 大家忽略了一点 这五四两里的军官设 他其实是在营区里面的 所以不管他是不是在官设里面打卡 他至少一定都已经 是在官设里面有电脑 或者是有智慧型手机 在营区里面的 这基本上是不应该有这些东西吗 照过去的相关规定 我就可以质疑的是 就算他有在里面的话 那你是怎么样带进去的 你是不是运用你的车证 因为车证的话 一般军官队 一官门口带面班 他会对这种车证检查起来 会比较宽松 他可能就看后车厢 就放你进去了 那这是不是又是另外一个漏洞 另外我们可以质疑的是 最近大家其实一直看到这张 范佐先生快乐生活这张图 一开始我们会怀疑说 为什么他可以每餐大约是三千两百块 然后将近十六天 一个月花到将近五万一千两百块 其实还有一个重点 之前范佐明先生有说到 那台重机是他买的 重机他买的 但是最近已经求证了 那台重机是挂在范佐线的名字下面 保养维修也都是挂在范佐线的名字下面 我想一台重机其实它 我们大家都知道 买车容易养车难 那你如果再维持一台重机 它必须要保养那些的话 它整个价钱绝对是会超过五万一千两百块的 养一个重机恐怕又不止这些钱 可是接着这几天就是大家开始一连串的爆料 其实他又是赌主头 然后又有去从事一些很奇妙的行业 我们现在已经慢慢的可以厘清说 他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个资金去养 去养他的这个整个生活开销 是跟他的军中的薪水是不成比例的 其实我在这边可以跟大家透露 范佐线他整个六月的价表 其实只有十六 只有十四天是放假的 加上他的慰绕价总共就是十四天 他一个月可以放那么多啊 是 因为志愿意试官 他其实有一些就是慰绕价 其实再加上他一个月的利价有八天 很容易就会有十三十四天 一个月可以多给一个离拜左右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他整个六月的利价 就是十四天 你怎么证明啊 他的利价有那么多 这个我想就是我们有掌握一些资料 可以去证明这部分的东西 你有他的价表 价单嘛 对不对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整个不只是六月 其实我们还可以在往前之前 在之前 在之前来推 往前几个月 我们可以发现前几个月 他其实在架 或者是在打卡这方面的问题 还是有非常大的疑点 会存在这个里面 是 好 这重点是 X先生再度来证明是 他的极乐军中的生活 吃饿完了很开心 重点是要有钱 才能开心过生活 其实今天看到这个新闻 我有点 我还满错愕的 因为我们这几天最主要就是 针对范佐线 他这个人的人格特质在讨论嘛 我们没有想到说 没想到就是在我们不知道这一块 原来还有这么大的一块东西 是隐藏在军中 大家没有发现的 其实我开始回想说 当时在军中跟他相处的一些日子 我开始就是想到一些事情 曾经就是之前 因为我知道范佐线 会去跟一些士官聊一些运动 就是棒球 篮球那些东西 其实一开始大家都以为说 士官长可能就是 喜欢去买运动彩券那些的 我想说今天看到这个新闻 感觉好像整个有一种连起来 牵起来的感觉了 这到底是买运动彩 或者是经营他的生意 我们这还不能去了解啦 不过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去 把整个是串联起来的东西 然后另外是我们也可以发现 他感觉好像是满身材有道的 也很多很多事业 其实在军中 我之前听过一个例子 就是有一个军官嘛 他的家里面出了急事 急需用钱 那范琪先生就说 基于同胞的行义 我帮你 我帮忙你 但是你把你的车卖给我 等于还是要抵押啦 卖车让我拿钱 我拿钱 然后但是最后 他用很低的价钱买到这台车 最后他在转手 转手就赚了一大笔 他趁人之为在赚钱 应该是说他自己身材有道 因为这交易的方面 我们就是不能去评论他 或者是他其实有时候 因为我们都知道他个性比较像老大哥嘛 所以他时常会就是 而且他又喜欢玩车改车那些的 他常常会去怂恿一些年轻的军官啊 买车或者是我们一起去保养厂 把我们车改装成什么样的样子 其实大家可以了解改车它是一个会花费到非常多钱的一个兴趣 没错 这我们可以大概合理的怀疑 他这样整个身材的方式真的是已经没关系了 原来是跟大家打成一片 然后知道我玩车你也玩车 我就说那我带你到哪里去改车 那么去改车的地方或许就是他 嗯他熟悉的地方 这到底出现什么样其他让大家可以认为他身材有道的方法呢 那目前就不得而知了 我们谢谢X先生了 所以在那边告诉大家 这个生活非常的多彩多姿 这是范左线的生活 他的军中生活是这样子 我们在看到这不禁要来问问我们的国防部 那到底我们在军中有多少的军官们是这样子在过生活 这样在过生活 我们拿老百姓的钱养他们 他们身材有道的方式之下 在这车表组统统跟军人沾上一块 黏在一起划上等号 这样的军技我不晓得我们的国防部 还有我们的三军统帅能够接受吗 我们休息片刻带我回来继续讨论